汽车也会自然 大家可能觉得这种事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 其实这种危险还是真的有可能在生活中遇到的 电动车也有自然现象 都有各自不同的原因 但是车辆自然 是对驾驶人员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以后车友要注意了 一辆宝马X5在高速路上自然烧毁 原因只是一个小小的故障 近期国内一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 据悉该车主当日开着一辆宝马X5汽车 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自然并且烧毁 所幸车主及时脱离火掉现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时大家应该会表示惊讶 作为豪车的宝马怎么会自然 这不符合豪车的身份啊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震惊的 只要是机动车辆都有可能发生自然 只是看个人的运气是不是那么衰了 这位宝马的车主当然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 接受这一惨痛的事实 更不能稀里糊涂的默默承受 所以这位受害者找了了宝马公司 要求做技术鉴定和事故认定 摆出了一幅不查清楚就不走流的诈事 最终宝马公司迫于无奈做了事故鉴定 事故认定出车辆之所以自然起火 居然只是因为汽车底盘的一个电器发生故障 也就是说这辆车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 经过车主和宝马公司长达好几个月的谈判 车主又花了10万元的折旧费 获得了一辆同款X5 其实小编想说又花钱买了一辆同款车 一点也显示不出进口豪车公司的服务态度 反倒是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 还有这位车主的心是真的大 又买了一辆同款的车 不怕再次自然吗 反观近年来国产豪车也是做了工生水起 这样下去买宝马的人还会多吗 al�兔人 都两干 优优独播堂 由方向 淁率 优独播放 感谢观看